如果你从本地的报纸或者网络上 来了解奥运会的消息 那么很可能你读到的大部分信息 都是从这里上传传播出去的 米哈伊尔·德敏 是所七冬奥会的新闻营运主任 他说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全世界的通讯社 报纸和电视公司 准备全方位的技术基础设施 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如果你喜欢它的样子 就说明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 尽管媒体和他们居住的奥运酒店的一些抱怨 众所周知 但是主新闻中心得到的则只有褒奖之声 查尔斯·贝拉是全国报纸出版人联合会的记者 该组织是一个服务于200家美国社区报纸的机构 这次是他第12次现场报的奥运会了 他说 媒体中心太棒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赞助商提供的网络 如果你遇到了网络问题 工作人员能为你提供很好的协助 他们在墙上视线的位置挂了以往奥运会的好照片 所以你来这里工作感觉会很好 我来这里工作真非常好 除了奥运期间24小时运行的巨大的媒体工作室以外 新闻中心还有许多小型和大型房间 用于为运动员和官员举办新闻发布会 这状建筑距离索气市中心大约一小时距离 这里有许多各类设施 有杂货店、洗衣房、邮局、健身房、纪念品商店和许多餐厅 你还可以找到放松休息的地方 日本时报编辑杰克·加拉格尔对这儿的印象很好 他说 我认为它的组织方式和这里的各种元素 包括打印机、电视机和工作人员是非凡的 我认为全套设备都令人赞叹 在这里每天使用它的所有人都非常受益 奥运会结束后主席们中心会怎样呢 德明说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工作空间 可惜的是它在两个月的使用之后将被完全改建 这栋楼里将建一个购物商场 那么这些豪华的新闻发布会房间 和这些许多记者提问和做记录时 坐过的装有软电的椅子呢 它们将被改造成电影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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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